汤裡泡著煎蛋 簡單樸實料理 卻是推特上日本網友 Sifa兒時回憶 回頭看看正統台式料理 沙拉油升級為麻油 師傅口袋內的小撇步 麻油不能太熱 不然會變苦 得趕緊加入老漿 想補一點 還可以加入肉片 打蛋進鍋 緊接著以全酒代替開水 只有好吃嗎 不是太好吃了 一口一口的吃 炒麻油 古早味的味道很好吃 稍微有點焦 然後那個沒有熟的蛋 吸了麻油的香之後 那個蛋就顯得軟嫩 男女都說好吃 阿姨更是手舞足道 但台日不一樣 以前的人比較困苦 坐月子的時候 雞都捨不得殺 他們就把雞蛋做成麻油雞的做法 變成麻油雞蛋醬 台灣人偏愛全民酒取代湯汁 煮起來湯比較少 這回因為日本網友半夜肚子餓 冰箱又只剩雞蛋 回想起當年鎮陽特工隊的父親 做過的台灣料理煎蛋湯 動手做了之後 PO文引起了網友熱烈迴響 讓台灣新世代也重新認識傳統古早味 三十文 趙英公 志瑄 台中報導